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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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疼是真疼 我是腰椎肩盘突出 所以疼到了都不能走路的程度了 孝叔 你这年纪轻轻的 这小人也得大毛命吗 我肯定没有梁姐姐这么严重 我是原来工作的原因 因为久战穿高跟鞋可能会腰疼 但是自从有了宝宝以后 这个事情就加重了 而且蔓延从腰往背上再蔓延 因为老是这样毛着腰 就是他学走路 你也得这么弯着腰带着他 你得换个尿布什么 也是弯着腰 所以整个背连着腰都开始疼 带孩子带的 对 连续您这虎背熊腰 您这儿也疼 就是你一坐十年堂 这俩腰就 你也不知道是弯着好 是直着好 它不是特疼 就是反正就隐隐的 有点隐隐那种 就有泪疼泪疼那种感觉 其实这个引起腰背疼的原因 挺复杂的 我们在此之前 遇到了一位很特殊的观众 他也是腰背疼 但您看看 他严重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一起通过短片认识他 退休后不久 刘阿姨觉得自己的腰背隐隐作痛 她怀疑可能是干家务活 太累导致的 自己从药店买了一些高药贴上 似乎有些缓解 刚开始轻微地疼 我也没在意 完了慢慢时间长了 好家伙疼了 她就整片的后背 慢慢就往前扩散 脊椎都是疼 除了腰背痛的问题 刘阿姨的体态 也悄悄地发生了改变 他们看着我可惊讶了 说怎么还脱背了呢 咋整点 说虽然也太乖了 哎呦 我都没注意 会爱照镜的 可是嘛 哎呦 郁闷了一瞅 瞧后走一照 确实 刘阿姨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心里五味杂陈 以前身材挺拔 人也显得年轻 现在怎么感觉自己越来越矮 背越来越驼了呢 从出现腰背痛 到体态的改变 都是刘阿姨的身体 向她发出的危险信号 但刘阿姨还侥幸地认为 自己并不严重 然而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天我就会跌背嘛 我就说背脚这边乱 我说撑一撑 我都没一呼的 好家伙 一下子那儿就 我把人都不行了 疼我实在受不了 动不了了 家里有心意乱 刘阿姨被家人送到了医院 经过检查确诊 刘阿姨为背部压缩性骨折 她难以理解 只是跌背子 怎么就会骨折了呢 短片当中的这一位 就是各位的 这个 这个 我看完那个短片 感触很深呢 真的不能再跌背了 这怎么跟跌背 这有关系呢 一跌背了 就干啥就舌了 你应该说什么家务都不能干 对 什么都不能干了 腰好的干 你我都不能干 给我们找借口了 坚决不敢家务 但是我觉得 你看这个阿姨 她本身也是 腰背痛的问题 所以我在想 我们四个也是 腰背痛的问题 不会骨折吧 会导致骨折吧 呸呸呸呸呸 先提前呸呸呸 她有点担心 这个简单的腰背疼 为什么发展到最后 居然回到这么严重的 一个阶段呢 今天呢 我们也请到了一位专家 让我们掌声 欢迎来自于 北京大学第一院的 孙浩林副总理师 你好 孙医生 欢迎您 你好 主持人好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北京大学第一院 骨科的孙浩林 欢迎孙医生 孙医生 刚才不知道 你有没有听清楚 我们在台下的讨论 有人说 就是因为阿姨跌了一次被子 给跌坏了 跌出的骨折 原因不应该是这么简单吧 这个和干家务 还不是一个直接的关系 只能是说呢 它没有一个很严重的暴力 但是就能导致骨折 那么我们也见过 很多极端的例子 有些人可能咳嗽一声 有的老年人坐在公交车上 颠簸了一下 都有可能出现这种骨折 那最终就是这位阿姨 发生了骨折 到底是因为什么呀 其实她的元凶呢 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一个病 叫做骨质疏松 那么这种骨质疏松呢 会导致这些老年人 他的骨量的一个丢失 导致他的骨的结构的变化 从而使通俗点讲 就是使他的骨头变脆了 而这种变脆了以后 会有一些很轻微的外力 就有可能导致他的骨折 那么我们通俗点讲 叫做脆性骨折 学术的名称呢 叫做骨质疏松性的骨折 那么这一类骨折 那么是影响我们老年人健康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疾病 无论是在我们的国家 还是在全世界 随着这种人口老龄化的 这种发展 那么这一类的骨折 成为影响老年人健康 导致老年人的治残 甚至于治死的一类 非常严重的疾病 刚刚我们看到 阿姨反映最明显的 就是腰背部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 要是腰背部骨折的话 那应该就是后背 那个脊柱出现问题了 对 那如果要是脊柱发生 您刚才提到的 这种骨折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 只有脊柱出问题了 像其他的四肢的骨头 可能还相对好一点 其实是这样 就是我们一旦出现 这种脊柱的骨折 就说明它是有一个 很严重的骨质疏松 而这种骨质疏松 是全身性的疾病 我们全身的各个骨骼 都会发生这样的骨质疏松 那么只是在几个部位 对于老年人来说 容易耗发这种脆性骨折 除了这个阿姨的 这种脊柱的骨折之外 比如老年人摔倒了 容易出现这种宽部的骨折 这个位置的 对 宽部的骨折 有的时候 对老年人的危害 也会非常大 那么有些专家称 它是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 有些人就是因为这个骨折 起不来床 从而导致了 卧床之后的并发症 甚至于会要了老年人的命 那么还有一类呢 就是老年人如果摔倒了 用手去撑地 容易出现这种 手腕部的这种骨折 而就是刚才说的 这些部位的骨折 一旦出现了一处的骨折之外 那么它其他部位 再发生骨折的几率 就会明显地增高 我这听着好害怕呀 因为刚才 这个医生说的这两个骨折 刚好是我身边 最亲的两个人发生的骨折 我姥姥发生的是宽部骨折 我妈妈就是手撑地 手肘骨折 所以我当时没有想过 这个跟骨折疏松有关 因为我觉得骨折疏松 就是缺钙 没有想过骨折疏松 就有可能骨折 那之前刘阿姨说的 这个腰背疼痛 这个也是骨折疏松 引起的吗 片中的刘阿姨的 她这种腰背部疼痛 很有特点 就是说她的疼痛呢 往往是这种 比如说腰背部的 一个广泛性的疼痛 比较弥漫 描述不出很具体的 哪个点疼来 而且这种疼痛 它往往是活动以后 会加重 还有一些老年人 比较典型的表现 就像这个刘阿姨 她会出现这种 身高越来越矮 那么有些人 会越来越驼背 如果出现这些症状 那么都是一些 骨折疏松的一些症状 那刚才四位也提到了 生活当中咱多少 都有点腰背疼的反应和感觉 或轻或重是不一样的 那到底 你们的这种腰背疼 是不是骨质疏松引起来的 有没有可能将来 有一天会发生 严重的骨折呢 对啊 小叔 你也就看着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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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吓大家了 那待会儿呢 我们会问大家 几个问题 如果呢 您要是中标的话 就会为您送上一颗 闪亮的小星星 如果您胸上贴的 这小星星太多的话呢 就意味着您是更有可能 得骨质疏松的 更有可能会发生 这种严重骨折的危险的 对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呢 也可以跟着我们 一同来参与这个小测试 您可以给自己贴一颗小星星 问题都不难吧 对 不难 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跟大家息息相关的 一些生活习惯 所以今天呢 我们在这里 也给大家做一个 简单的测试 好 那我们测试 马上就要开始了 紧张吗 有一点 有点 有点 先给大家准备点喝的 压压劲 好 好不好 松好 松好 来来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 由吉林熬冬 安神不脑夜 特约播出的 健康之路节目 赶紧把好喝的 都拿上来 有我的最爱 全都是好喝的 有没有 有人眼睛已经开始晃光了 什么 连续 你挑的是 要一杯茶 要一杯咖啡 行 先生 宁可满意 能喝吗 来 孝叔 你拿口味 咖啡茶 你拿口味一致 是的呀 要不然你看我俩老在一块 梁老师 茶牛奶 好 好 给您 谢谢 您的 王老师 您想要点什么饮品 我喜欢喝豆浆和茶 豆浆和茶 好嘞 连续 您这是一而进 你每天都喝茶是吧 我每天早上起来 不刷牙不洗脸 也得先喝茶 这是我每天的必须 而且从我 你说有人说喝茶是 中老年人的爱好 我打二十多岁 将近二十一 二十二的时候 我就开始天天喝茶了 而且还是 老传统 还是艳茶 从睁眼睛开始喝茶 然后喝到什么时候 喝到闭眼睛 我曾经创业记录 就一人进那大桶 我一人一天坐在茶桌上 什么事也不干 一人喝半桶水 全是茶 各种茶 是 茶不顿 喝了也得有十五年左右了 那您的还喝咖啡啊 咖啡是这样 虽然说不是天天喝 但只要是有时间 有条件的前提下 一定就喝茶 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有茶咱就喝茶 没茶就喝咖啡 对 有人请当然更好 那可不是 但是我刚好跟他反过来 就是我有咖啡喝咖啡 如果没咖啡我才喝茶 其实今天这个我有点过量了 这是我第四杯 其实正常情况下 我一天就喝三杯 就差不多 三杯是我最高量 但是起码都是两三杯吧 每天 咱们这啥呢 咖啡做啤 你的茶啥也好不到哪去 你是咖啡女孩 梁老师呢 我呢是主要以喝白水为主 刚才桌子上没有白水 所以我选择了 你选择了四个 我就选择了茶 因为白水茶或者红茶 喝一点 但是呢今天没有嘛 我就想为了补盖 所以要了个牛奶 王老师您呢 我喜欢豆浆 茶是每天要喝一点的 每天顶多这样的杯子吧 三 就我们讲话叫三次 泡三次就可以了 明白了 那我们看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要跟我们四位嘉宾哪一位更相近呢 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请孙医生 送上小星星了 测试其实已经开始了 选择饮品就是第一关 这回把星星送给谁呢 刚才在四位嘉宾 这个讲自己的这个饮品爱好的情况下 我就在想 那么连续肯定是要得到一颗星星 恭喜你 想要的男人 孝叔呢也得得一颗 对你跟连续选的一样 你怎么可能好一样 虽然两个人各有千秋 但是每个人都要有一颗 我以为只有他的茶有问题 只有他俩吗 梁老师肯定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所以梁老师这一轮不用得星星 谢谢 王老师呢 我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给他一颗 但是呢他每天喝茶呢也到三杯的这个这个量 所以呢我觉得呢 勉强给王老师一颗星星 这个最后有点 没想到 还给您一颗 主意提醒我更好 对吧 反正就是您毫不犹豫地把这两个星星送给了连续和小叔 对 是筋铜玉女吗 因为连续这个就是这样的喝茶的这个这个从早喝到晚 喝的量特别多的话 那么其实茶里边呢就是含有很多的这些茶碱和单凝酸这样的东西 那么它呢容易和食物当中的钙质结合 从而影响你的钙的在胃肠道的吸收 所以呢这个是有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的 影响钙的吸收就会怎样啊 影响钙的吸收 那么你的钙摄入不足 那么就会有这种骨质疏松的潜在的风险 小叔呢 为什么您也毫不犹豫贴上了一颗星星 小叔呢 他这个咖啡女孩这个喝的喝咖啡的量也是比较多 那么咖啡里边还有咖啡因 它其实呢会增加这个钙的流失 所以呢 一个是喝茶受影响钙吸收 喝咖啡是增加钙的流失 所以一样会有这种骨质疏松的风险 所以呢 尤其是这种每天规律性的喝这么多的咖啡 肯定也是有这种骨质疏松的风险 我要是咖啡和茶一起喝 我是既不吸收还不停地流失 对 那就更可怕了 对 所以这个 就是咖啡茶这样的饮料 应该是适可而止 适可而止 但最后这颗小星星您是勉强又送给了王老师 我觉得王老师有点委屈吧 豆浆按说是能补钙的呀 其实无论是这个梁老师选的牛奶 还是王老师选的豆浆 其实都是补钙的一个比较好的饮品 那么从这个补钙最好的角度来说应该是牛奶 因为牛奶里的钙磷的含量 那么它的搭配的比例非常好 而且容易吸收 是比较好的这种增加这种身体内钙质的一个饮品 豆浆的含钙量要远远地低于牛奶 但是呢豆制品也是一个很健康的补钙的饮食 现在咱明白了 如果要是您长期地喝茶 咖啡 尤其是喝浓茶 喝大量的咖啡 是特别有可能造成骨质疏松的 你要是经常出现腰背疼 恐怕就得看看是不是骨质疏松已经发生了 就容易骨折 好 咖啡女孩和 浓茶王子 除了这样的一些饮品之外呢 我们今天还给各位提供了更多的饮品的选择 来了 今天头疼汤还为各位奉上了酒水 酒精的饮料 请各位选择 我真是 对 我们俩都不喝酒 无福消受 我从来不喝酒 你看 真的吗 看着不像 真的真的真的 我就把喝酒的时间都用来喝茶了 对 我平时生活中就是低酒不占的 一点都不喝吗 一滴都不喝 孝叔呢 我也是不喝酒 聚会呢 会喝吗 我觉得可能了不得就是敏一下那种 就不能算是喝酒了 梁老师呢 我是朋友聚会的时候喝点啤酒或者是红酒 白酒是不喝的 好嘞 那咱今天喝哪种 红酒 好的 美容 美容 你说我这服务不着我还挺着急的 那给您珍赏 可以了 那王老师您来点 我什么酒都喝 什么都喝 那就啤酒 白的吧 基本上就是喝一纸 你知道吗 那您一整一二喝 哪种更符合您的口味 平常我自己这么喝就喝啤酒 王老师如果要是喝啤酒的话 会每天都喝吗 不不不 偶尔 多少时间喝一次 这都不定期的 自己从来不喝 在家里这些酒什么我从来也不喝 那如果喝的话会喝多少 最多最多自己喝一瓶 也就一瓶 你看这不光是送银品 还要送猩猩呢 这回猩猩送给谁呢 都免除得猩猩 因为校书和连续是一点都不喝 对 然后王老师和梁老师都是偶尔喝一点 其实这个对骨质疏松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所以我觉得这一轮大家都性恋了 但您看刚才是没人选择白酒 但是也有一些爱酒人士 这每天离不开小酒两口啊 比如说中午喝上一瓶 晚上再喝上一瓶 一天能喝二瓶 那这种情况如果出现腰背疼 有可能是骨质疏松引起来的吗 其实就是我们就怕这种 就是每天规律的饮酒 我知道身边有些人 他有的时候早餐都要喝个一瓶二瓶的 那么这种长期饮酒 其实是容易引起来骨质疏松的 它有几个因素 一个是这种长期饮酒 会导致这种胃粘膜的损伤 会减少这种钙质的吸收 甚至于维生素D的吸收 所以会减少这种钙的摄入 会从源头上增加这种骨质疏松的这种发生 第二个就是说长期饮酒 大家都知道会对肝脏有影响 促进钙吸收的有一种维生素D 那么它的活化是在肝脏里面进行的 所以这样长期饮酒对肝脏不好 那么对于这种骨质疏松也会有影响 再有一个就是长期饮酒 会减少这种肾脏对钙磷的这种重吸收 所以这种长期的饮用白酒 那么就会增加这种骨质疏松的风险 那么如果从酒的种类上来说 其实就是乙醇含量高的酒 反而容易增加钙流失 那么白酒和啤酒相对来说 这种风险要高一些 红酒的乙醇含量低 所以这样的话 适量的饮用红酒 对骨质疏松的影响是最小的 大量饮酒的量肯定是一个因素 那就是长时间的 有规律的等量的这样消耗 能比那个还厉害 对 其实我们偶尔一次聚会 就像您说的 为什么我不给您兴奋 您偶尔一次聚会 说喝了几瓶啤酒 那么其实这个很快就代谢掉了 但是如果你每天这样的 规律的喝的话 那么就会日积月累的 对骨质造成影响 我今天做这个节目 有一个责任了 我要劝他们千万千万 不要这么喝了 头等仓服务彻底结束了 好的 来 我们先回到台中间 连续小叔和王老师 每人胸前都是一颗星 而梁老师呢 现在是没有星星 说明您的这个高温因素 还没有 但是其他几位呢 都已经开始出现了 那接下来呢 几位再看一看啊 大家一起来看屏幕 平常没事的时候 您愿意干嘛呢 是跳个广场舞 还是在家玩游戏 出去打个太极拳 在家看电视 还是户外骑个自行车 您乐意干嘛 王老师 我打了几十年的太极了 喜欢太极 喜欢户外运动 尤其现在自行车 我可起来了 你每周能运动几次呀 我太极是天天打呀 那个几十年不断了 这个自行车出去 有偶尔去 出去办点事 我就骑着车来回走 我呢 有时间的时候 在家看看电视 或者是有时候 上公园去溜达溜达 就是这些运动 小叔你呢 我只要是 前半是带着 再加两个字的 我都愿意 反正我就愿意 在家待着 我就真的 我觉得前几年 出现这个宅女 这个词啊 简直就是为我 量身定制的 我不想出门 反正只要在家里 待着就行 但是自从有了宝宝之后 好像他要出门 所以我也被迫的 就是被他拉着 陪他去滑个LT呀 去公园转一转呀 最长时间 在家宅过多久 我不工作 在家待三天 没问题吧 就不出门的那种 叫个外卖 吃个饭 或者在家里 随便弄点 三天没问题 连续你呢 这五个 运动量都太大 请问一下 看电视的运动量 大在 你也不过台呀 太累了 太累了 其实我 开玩笑 我基本上 也就在家待着 还有点运动量 就是我养了 好多盆景 从家里头到 对 种花 翻饭土 翻饭盆 减减汁 反正要是大运动量的 竞技类项目 就是斗地主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您看看 对应这几种 您是更愿意 做户外的运动 还是愿意待在家里呢 因为马上我们就要 又送上星星了 看看您是不是有可能 有固执输送的危险 这回星星送给谁 我觉得这一回 连续 孝叔 还有梁老师 每个人要得一颗星星 完了 来来来 我跟他俩可不一样 我老去公园 溜达溜达呀 我也带孩子去公园 他都还觉得挺委屈的 您看 就是不应该给我 你自己觉得委屈吗 我觉得不委屈 因为我真不动 好 那孝叔 你觉得这颗星委屈吗 其实也不是特别委屈 就是我也是不爱出门 这确实是这样 就是如果不是孩子 拉着我去 我也不爱出 送给连续和孝叔呢 肯定是因为他们的 这个户外运动太少了 那么整天宅在家里面呢 缺少这种晒太阳的机会 因为多晒太阳 能够促进这种 维生素D的吸收 那么增加这种骨质吸收 从而预防骨质疏松 说实话 你们应该好好地长长知识 你看我 我为什么 我一个是喜欢太极拳 另外一个 我现在出去不开车 为什么 自行车 我等公共去车 等公共去车 有时候它间隔长 十分钟都不到 它还不来车 这时候正好晒太阳 我以为 我以为得正好再打一刀太阳 我也是 我也是 如果有两战地 一天有二十分钟晒太阳 对维生素D的话 对自己本身来说 应该特别好 已经够了吧 是不是 对 所以刚才 小叔和连续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第一夜不出门的话 就晒不着太阳 第二不出门 在人家看电视 打点游戏 看看书 喝喝茶 它缺乏运动 我们俩以后开车 把天窗打开 晒着开 像刚才王老师说 他喜欢打太极拳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有氧运动的方式 因为它能够促进这种骨骼 接受这种硬力刺激 那么能够促进骨骼 更加健康 所以我们适度的这种 有氧运动 对于骨骼的健康 对预防骨质疏松 也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运动方式 怎么缺乏运动 也有可能会引发 骨质疏松呢 我给大家举个极端的例子 比如说很多年轻人 如果骨折了 它上一个枝距 三个月的时间 把这个枝距打开以后 有的人就会出现 这种费用性的骨质疏松 就是因为它活动量少 所以这个就是 一个极端的例子 就是我们活动少了 这个骨骼缺乏这种力的刺激 就会有这种骨质疏松的风险 所以刚才梁老师说 出去只是散散步 所以我还建议您 再增加一点有氧运动 比如说游游泳 打打太极拳 这些可能会更好一点 好的 谢谢 所以我们看看 这个现在呢 连续校书并驾齐驱 你们俩现在可都是两颗星 咱俩两个年轻的 现在超过的是不是 那梁老师和王老师 美人身上是一颗星星 那接下来 咱还有其他的考核内容呢 先别着急 接下来要考核什么呢 上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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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歌 上唱比不过连续 晴天霹雳 咔嚓嚓 好 这一轮要把掌声 送给连续 好 因为这是他最害怕的一个环节 我们先用掌声给他安慰一下 鼓励一下 这个星星我先预定 我是知道什么意思了 那你别着急嘛 咱们一个一个来 来 请王老师先上唱 量一下您的身高和体重 现在呢 四位的身高体重就已经测量出来了 1米75 80公斤 1米65 63公斤 1米68 50公斤 1米78 135公斤 接下来我们要测算一个BMI 对 体重指数 怎么样来测算 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它是你的体重 就是公斤体重 除以身高的平方 分别报给我 王老师您的体重指数是 BMI 多少 横杠26.1 好 就算26 梁老师您的呢 我吃23.1 孝叔呢 是7.7 好 连续呢 42.6 多少 42.2 那您看现在呢 每个人的体重指数已经测算出来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要算一下自己的体重指数 这个代表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 连续说 它已经把那个星星预定下来了 刚才连续说已经预定了这颗星星了 但是呢 这颗星星还真的不是属于你的 这颗星星呢 是属于孝叔的 所以为什么把星星送给了孝叔啊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更懂中国人体质的朗迪盖特约播出的健康支度节目 所以为什么把星星送给了孝叔啊 因为骨质疏松和体重明显的相关 体重越轻的人 那么肥方指数越低的人 越容易出现这种骨质疏松 如果BMI小于19的话 那么你就有明显的骨质疏松的风险 为什么特别瘦的人容易发生骨质疏松呢 因为瘦的人 就是往往他的比如说胃肠道的吸收功能差呀 他的钙质的这种吸收会明显的减少 那么这样的人的体质更容易出现这种骨质疏松 小叔啊 你现在居然是高居榜首 有三颗星星了 连续才两颗 那依然垫底的是王老师和梁老师 下一轮的测试马上开始 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 各位只要爆出你们的年龄 就可以开始送星星了 我这算命了 王老师您的年龄 我今年七十整 梁老师 六十四 三十二 三十七 您这看着跟七十三似的 这还染着染着头 好 年龄不一样 性别不一样 这一次要把星星送给哪一位 我想这一次呢 肯定要送给王老师和梁老师 而且呢 这一次呢 可能要送出很多的星星 这一次我觉得王老师要送三颗吧 三颗 这么光荣呢 梁老师我觉得要送上四颗 梁老师 送多 我们什么罪过啊 这这么多 太突然了 前面那个一向一颗星 对啊 这个一向年龄那儿就 我这儿就四个 就一个头赶上我了 所以说咱们慎重点 慎重点 这一个问题 年龄 这边七十岁 那边六十多岁 就贴了这么多星星 怎么回事啊 因为其实为什么要给王老师和梁老师 这么多颗星星 其实就是要提醒我们的老年人 其实我们说 小叔和连续生活方式非常非常的不健康 但是呢 其实他们这个年龄段出现 真正出现骨质疏松的几率 并没有那么高 但是如果一旦到了一定的年龄 比如说像王老师这样 到了七十岁 那么这个呢 就是老年性的骨质疏松的一个 好发年龄了 梁老师为什么要给四颗星星呢 就是除了梁老师的年龄之外 还因为她是女性 因为女性一般从五十岁以后 从这个围绝经期 从这个更年期以后 那么她的磁激素水平 一个明显的下降 在这个年龄段 是会出现明显的钙的流失 那么骨质疏松的风险 会明显地增高 比男性的风险会更高一些 所以您到六十岁 四岁这样的年龄 那么骨质疏松的风险 也是非常高的 不见得有比我们有好下场 确实如果是孝叔或连续 这样的这个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等你们到了那个年龄 可能那个风险 会远远地超过 王老师和梁老师的 好像危险因素 多多少少我们都占了一些 也就意味着患有骨质疏松的 可能性是越高的 所以各位再考虑一下 你们经常出现的腰背疼 可能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吧 都得想一想 有可能背后真正的原因 就是骨质疏松了 对 那到底有没有骨质疏松呢 我们现场能不能够帮 几位来明确一下 可以 我们可以测一测几位的骨密度 来帮着评判一下 到底有没有骨质疏松 好好好 密度 我们想先欢迎来医生 延续已经破了一段的 小情形检查了 来吧 您好 来一下 孙医生 这个是什么仪器 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是不是有可能有骨质疏松 这台仪器叫做超声骨密度仪 它是用超声波 来测量根骨的骨密度 它没有辐射 对人体无害 但是这个只能作为一个骨密度 骨质疏松的一个筛查的检查 筛查的 筛查 在很多的体检中心 或者是说出去一诊 因为没有办法拿大型的设备去 所以可能这个仪器就能派上用场 但是如果是发现 这个仪器发现有可疑的骨质疏松的话 还要到医院做正规的 双能X光的骨密度来确诊 这是一个筛查的机器 那现在四位都已经做完了 骨质疏松的筛查检测了 结果究竟怎么样呢 其实都已经在孙医生的手中了 那我们感谢莱医生 谢谢您 四位想不想知道检测的结果如何 想 想知道 现在心情怎么样 等待结果 被审判的感觉 一个一个来吧 我们从谁开始呢 从小来吧 孙叔最小 从孙叔开始 我最忐忑了 那我们先说一下孙叔的结果 恭喜你孙叔 你现在是没有骨质疏松 掌声恭喜孙叔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全部撕掉 不需要宅 不晒太阳缺乏运动 爱喝茶 爱喝咖啡 这都是高温因素 如果不注意的话 也有可能会发生孙叔叔 对 不要高兴得太早 好 今天是一个好的开始了 那接下来咱看看 连续吧 连续 准备好了 结果呢 结果 恭喜你 你也没有骨质疏松 哇 你们美的吗 才三十来岁 你骨质疏松怎么回事 对呀 这年纪就不应该有骨质疏松 我其实就是喝农茶 这个喜欢特别不好 还有运动运动 反正觉得这个消息是好的 觉得生活都特别好 可以多小喝农茶 很多运动 对 还真是 对自己的这个事还 我记得了 说得还挺清楚的 接下来要看看梁老师的 他的结果 梁老师的结果呢 可以说是轻度的骨质疏松 我们叫做骨量减少 就是还没有够上骨质疏松的标准 是比正常人 比您这个年龄的正常人 稍微低一点 所以呢 这个 我刚才说了 我们这个仪器 是一个筛查的结果 所以呢 您在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呢 是需要到医院里边 去做一个正规的 双能X光的骨密度检测 双能X光 对 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您这个年龄呢 女性过了这种微绝经期 就是50岁到60岁这个阶段 那么其实患有这种骨质疏松的 这种高危因素 就是就算是一个比较高危的人群 再加上您也有这种慢性腰背痛的这种情况 所以呢 还是应该去做一下这个标准的检测 会更加的这个稳妥一些 那你说现在除了做检测之外 那针对向梁老师这样 60岁左右的女性 已经出现了轻度的骨质疏松了 该怎么去更合理地把这个情况改善掉呢 刚才说了健康的生活方式 就是积极地运动 同时呢 合理的饮食 比如说像您喝牛奶 这个是需要鼓励您 每天至少要喝到500到600毫升牛奶 同时呢 也要建议您口服补钙和补充维生素D 促进钙质的吸收 您就听我的 两天一碗骨头汤 肉给我送过来 您把汤喝了 我也是觉得是不是 骨头汤大棒舞排骨 您叫炖汤 但是我真喝不下去 真的喝不下去 太腻了 油腻腻的 对 绝对是喝不了 骨头汤就是很多老百姓的 这种错误的概念里面 就是骨头汤能补钙 实际上呢 骨头汤里面呢 钙的含量很低 而且呢 它里边还有大量的这种脂肪 对于老年人的这种 心脑血管的疾病的预防 是很不利的 所以喝骨头汤补钙 是一个绝对错误的观念 谢谢 咱们就不看看 王老师的结果 王老师您对自己的结果 有没有信心 没什么信心 没什么信心 那七十岁就给我四个 加星星了 我就害怕 结果是 结果是 王老师非常好 没有固执疏 这个也是从侧面印证了 就是您健康的生活方式 适度的运动 户外运动 晒太阳 有氧运动 那么积极的这个 比如说喝豆浆 喝牛奶 补钙 这样的饮食 那么可以使这种 很高危的人群 那么来减少这种 骨质疏松的发生率 那您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证 谢谢 但是其实我还 我也没有吃钙片 也补什么 吃什么补钙的东西 我没有 对 所以就是说 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 那么合理的饮食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基础 那今天其实咱们是通过 这些有趣的 自测的方式 让大家更多地了解了 骨质疏松发生的一些 可能性和高危因素 最后您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刚才通过 这样一些趣味的游戏 给大家讲了 那么骨质疏松 其实是应该从 年轻人就开始进行预防 那么要有一个 良好的一个生活方式 要合理健康的饮食 规律的运动 然后健康的生活 同时呢 对于一些早期的信号 要有一定的 这个预警的作用 然后如果一旦出现 需要到医院里边 去进行相应的检查 来预防和控制 这种骨质疏松的这种风险 我还要提醒老年朋友呢 就是说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还要注意防止这种跌倒的问题 老年人的家里边 就是说地上不要有明线 比如说电线 一定要放在边边角角 不要绊到老年人 再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卫生间 一定要装有这种把手 在老年人换体位的时候 有一个浮的地方 而且呢 一定要注意防滑 好 非常感谢 孙医生今天的介绍 谢谢